大陸人民对不对 你这样不在等他一直坐下去呢 美体不要照他啊 没关系 你背对美体好不好 我虽然是大陆的 我觉得坦白讲 我觉得每个国家都有它适应的制度 我们是一党专制 你们是多 或者是 你们说你们应该是 你们觉得自己会比较民主 但是我觉得 每种制度都会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和变然性 像泰国或者是其他国家 他们也实行均主力限制 或者有很多实行资本主义国家 他们也面临着经济的倒退 就是在中国毫无疑问的是 这些年 一党专制确实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 这些年就是在 不管是在基础设施 还有中国综合国力 还有各种硬件的设施方面 有了很大的提高和改进 我觉得就是 你这个问题很尖锐 但是我觉得 你怎么答了半天才想到很尖锐 我只是想说 就是 就是有些东西它存在 可能你们 就是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 因为我们从小也会接受 我们也 说实话 我内心也很佩服 像华盛顿那样 但是我觉得 就是 我不明白高层的意思 我没有办法去揣测 你不需要揣测 很干涉 我现在还是对我们的制度是有制度自信的 因为我们的就是 你当然会 它可能会有很多 就是 所有的事情它都是要两面去看待的嘛 它会有一些弊端 但是它也有它的优越性 所以 我觉得你这个 你们 我觉得不要盲目地去追捧什么 包括美国 它也是 特朗普也是他们 特朗普也是他们 民主选举出来的 但是也有很多反对的声音 它不能代表 就是 这个大选可能就会 有很复杂的情况在里面 它当选 它 虽然它 就是它很多对选民的一些口头承诺 真正当政的时候 它也没有实现 所以说 政治这些东西 我觉得就是 大家不要太当真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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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主导 我对你们也有感兴趣 谢谢 你学什么 我学的是国际贸易 哦 国际贸易 但是我们 对国际政治蛮懂的 但是我们有一些课会有 国际政治方面 我希望大家不要照顾 谢谢 欢迎笑你 我觉得讲得很好 对 但是我还是 我没有反对 我只是 没有关系 我们都没有记录下来 我想 我想 这个同学贵心 我姓胡 胡 对 胡同言他讲其实 我相信应该代表很多的大陆人的看法 各位知道大陆的历史 从1949年建政到现在大概是69年的时间 前面30年可以说是混乱打杀 民不聊生 但是后面30年他能够在这30年当中把差不多7亿人能够脱贫 脱离贫穷 可以让人讲这个在全世界都非常罕见的 古今中原来都非常罕见的 但是他制度他认为因为这样的关系他没有实施欧美的制度 走中国自己的道路所以走出来了他觉得自己很有信心 但这个是不是一定就是永远是这样 我觉得也还值得观察 为什么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在一个比较西方的政治体系的制度下 通常要一个国家 他的中产阶级要到达一个数量之后 他开始对公共事务发生兴趣 愿意参与 而不只是等待上面提到做决定 这个会很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大陆还在发展中 他的这个发展模式 现在很多人讲 你看我们也没有选举 可是我们的人才都会出来 一个一个都透过共产党的争选出来 不一定要投票 有一次有一位现在已经版著名的 就是Eric Lee 李世默 你们到底知道这个人 他到处处讲 他说你们这些西方的政治人士 重视legitimacy正当性 他说我们不重视正当性 我们重视competency 我们重视能力 看他是不是能够做出成果来最重要 你就算是有民意制度怎么样做不出来 他会有这样的一种论点 这个我们也不要立刻就去驳斥 我们观察一下看看将来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很重要一点 民主的制度是一回事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个人的自由 你在这个社会里面能不能够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出决定来 这个恐怕大陆还有一段时间要努力 但不管怎么样 大陆旁边有一个台湾 我觉得意义很重大 为什么呢 同样都是炎黄子孙 同样都是经历了许多困难 同样发展出一套制度出来 哪一个更能够适合炎黄子孙的需要呢 可以有很大的一个辩论空间 但是这不是一个坏事 为什么呢 苏联就没有这样的机会 苏联旁边就没有一个台湾 我们有 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从来没有碰到过苏联的留学生 可是遇到一大堆大陆的留学生 多到一个地步 现在已经差不多有三十五万了 这个非常罕见 美国的外籍学生加起来大概七十万左右 大概一半是大陆 大陆制度这么好 为什么这么多人跑到美国来 那些人说呢 他还是觉得有它的优点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可以静下心来看 观察一下 你像现在这次修改宪法 你看在人党里面 百分之九十八都支持 对不对 那大陆人民的支持 我相信也不少 为什么 他想说 至少你带给我们富裕 他们说 他们大陆是最常说的 毛泽东让中国站起来 邓小平让中国富起来 然后习近平让中国强起来 这是他们的宣传的说法 但是我相信越来越多的人希望 能够让中国人自由起来 这当然需要一点时间 我记得在应该是三年前 四年前 国庆的时候 我在国庆的支持里面说到 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的时候 说了一句经典的话 让一部分的人先富起来 有没有 因为这句话的关系 大陆的经济发展呈现一个完全不同的面貌 没有这样的发展 也不可能让这么多人脱贫 这当然是很经典很关键 结果我就说如果照这个逻辑 能不能够让一部分的人先民主起来 哇 我被你们美景骂惨了 台湾地方政府一个小头头 居然讲这些话 环球时报的用語 我一点都不意外 当然他不希望我这样讲 但是我觉得人的本性 还是希望有自由的 民主是一种制度 它是不是一个放诸四海皆准 百世以示圣人而不惑的制度呢 可能也不见得 它有它的缺点 就像他们常常举例 就是举川普嘛 这还不是选出川普这样的人 这个制度有什么好啊 也有人有这样的说法 我想川普你们懂吗 你们叫什么特朗普 对 我觉得这个翻得很糟糕啊 川普两个字不是很清楚吗 不管啊 我觉得这个都可以观察 它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角度 它也当选 你不能说它是骗来的 或者用什么巧取豪夺的方式 所以这都值得我们观察 哪一个制度更好 就像台湾经常辩论 应该总统制还是内阁制 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结论 所以我觉得身为这个炎黄子孙 其实可以多观察一下 然后看怎么样能够让 大多数人的权益 包括他对自由的需求 得到最大的满足 这个部分呢 大多数人还有一段路要走 但台湾的自由是够充分的 但是不是都没有滥用 这也是一个可以值得我们观察 总而言之民主制度在这个世界上存在 也不过是不到两百元的时间 还有很多可以来检讨的 不过我常常讲 言论自由的话 这不是西方的 各位有没有读过春秋的职产 职产不悔相效 你们听过这个故事吗 有没有 没有啊 大陆不是把这个故事禁掉了吗 没有啊 职产是郑国的可以算是宰相 他们那个时候的农夫啊 在每天落了之后呢 会聚集在乡校里面讨论实证 有的时候批评谁 有的时候奖励谁啊 讨论很多 结果职产的一个部署 跑去跟职产讲 哇 那个地方啊 意见很多啊 我们要不要把那个 那个乡校关掉 哦 职产说万万不可 他说他们如果说我们做得好 那我们继续做 他们说我们做得不好 我们来改进啊 看怎样做好 他是我们的老师 我们怎么能够把它禁掉呢 这个话传到孔子耳朵去之后啊 孔子怎么反应你知道吗 他说以前人家跟我说 职产并没有行人证啊 但是我听了这一段话之后 看到这个现象之后 我觉得那些人不了解职产 所以后来后世对春秋时代的展向 职产大概是支持度最高的一位 你看他这个说法 简直跟我们现在所说的 言论自由完全一样了嘛 对不对 人民批评他 他不以为伍 而且呢 还愿意去这个倾听他的声音 我觉得这一点啊 我每一次提到的言论自由说 我从来不说西方的观念 我记得就是我们中国的职产 百分之百 made in China 是不是 为什么要去学西方 我们讲的很落实啊 对不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啊 不要认为说 哎呀这个西方的东西 不是不西方的 这是完全中国的 各位有机会去看看啊 子是产 儿子的子生产的产 资产 他当时正国的宰相 这也是我常常提到的一个人物 他们也会说 ý但这也是我常常提到的 他们对由于世代的 评论 他们就能配上来